在前辈文化盛行的韩国 让一个年纪大还有名气的演员 给一个年轻不知名的演员道歉 已经是给后辈面子了 义气哥就一爽快人 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直接问梦翔哥 为什么自己赢了 梦翔哥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当时义气哥问梦翔哥 来参加节目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梦翔哥愿意说 义气哥也不至于让他住底层 梦翔哥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适合说 现在咱俩在一起 这种场合我和你说就没问题 话说到这份了 义气哥主动道歉 前辈都这么说了 梦翔哥只能说 没事没事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两人这事暂时过去了 义气哥话锋一转 开始了他的主线任务 慈善宣传 邀请梦翔哥如果获奖的话 把奖金的十分之一捐出去 梦翔哥爽快地同意了 没想到梦翔哥也有颗慈善之心 义气哥顿时对梦翔哥刮目相看 梦翔哥说 哥 你别这样 你能来道歉 我就已经不生气了 两人握手言和 这番谈话后 义气哥觉得 两人这事就算过去了 而梦翔哥呢 总算是送得了义气哥这尊大福 逢场做戏谁不会啊 反正底层之仇早晚要报 不愧是梦翔哥做演员的男人 不知情的义气哥 开始了逐层推广慈善 邀请大家捐出奖金的10% 原来这大哥参加节目 就是来推广慈善的 在镜头面前 大家纷纷表示 没问题 义气哥新满意足回到了顶楼跳起了我 新的一天 大家都从饥饿中醒来 终于到了一天一次的放饭时刻 今天的食物比昨天要丰富一点 大龙虾 披萨 炒年糕 但今天 顶楼住的大卫王义气哥 大家能否饱餐一顿呢 义气哥高喊着义气的口号 把每个菜都试试了一遍 楼下的人都要馋死了 别逼逼了 赶紧把饭送下来 就是最大的义气 这次 一汐哥是真够义气 大家终于可以不用饿肚子了 一直到一楼 每样菜都有胜 这盛世 如西出口所愿 平均分配短时间内 确实提高了人口平均幸福指数 突如其来的幸福 让梦想哥都意外了 你们这样让我很难黑化 但是 节目组怎么可能让大家这么和谐的相处下去 饭后 电梯开放使用 同时 节目组通知大家 今晚将会有第一位淘汰者诞生 大家投票最多的人会被淘汰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必须得站队了